中国对尼日利亚提供了援助 上周中国对尼日利亚提供的援助物资到达岗地 尼日利亚有一个律师团 代表是阿兴格公开声明称 要向中方索赔2000亿美元 称中方应对疫情为尼日利亚带来的死亡 经济损失 国家创伤精神折磨等承担责任 同时公布了该小组所采取的行动方案 第一是先向尼日利亚最高法院提告 第二说服尼日利亚最高法院在国际法庭向中方提起国家诉讼 目前这一行动已获得组内所有成员的认可 并完成了初步的诉讼 同时该团体通过尼日利亚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诉状 就这样 这场在国际上增益了很久的索赔大战正式开始了 眼看各国都纷纷动起了真格 对中方来说是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因为之前尼方还对尼方的政府和官方对企业表示 称中国为尼日利亚的抗 我应该说人们被ront了